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窗的话是可以瞄到下面一层的保卫者的敌人 但是敌人也是可以反架你的 这个点的话比较猥琐 但是呢也容易被反卡啊 这个要看对面狙手的水准啊 就很多狙的话先手会轻啊 像我一般打保卫者啊 大家看视频啊 我打黑色一般就会先瞄这个点啊 这个点的话也是很容易蹲人的 而且这个点有个好处呢 是可以加住这个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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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踏板啊 踏板的跳点啊 在这里的话你是可以瞄到他的啊 然后还有就是大家比较经常问的这个后花的档板是怎么上的啊 这个档板呢 其实很简单 有两种上法啊 第一种的话就是比较 呃 就是说呃 怎么说呢 新手阶级的啊 你在这里呢 就开始助跑啊 然后呢 从这边这样跳上去啊 这个跳的话很简单 就是跳加蹲啊 不是跳蹲一起按 而是先跳后蹲啊 然后呢 还有呢 就是就注意起跳的位置啊 像一些就是说比较熟练的玩家的话 从这里就顺便就直接就这样走上去了啊 因为像我们复活的时候往这边跑 对吧 你第一时间要来架 哎 直接这样上来了啊 新手的话可能要稍微瞄准一下 从这里上啊 就是跳加蹲啊 最主要的一点就是很多人为什么跳不上去啊 因为你们起跳的位置是很关键的啊 因为这个跳蹲其实很简单 对吧啊 但是起跳的位置的话大家注意啊 这斜坡是有一个高点啊 起跳的位置的话就在秋雨打点的地方啊 因为如果你走到坡下面这样跳的话啊 就跳不上去了啊 因为高度不够啊 这里的话就是这个斜坡最高的位置啊 从这里起跳怎么样都能够跳上去啊 好 刚才我是没没 刚才失误了啊 失误了啊 就是起跳的点位一定要挡挡握好啊 就是在这个斜坡最高的位置 然后跳加蹲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另外一个点位啊 大家也比较关心的秋雨平时跳的一个平台侧板啊 就是这个窗户旁边的另外一个小窗户啊 这个点位的话稍微要有一点生法啊 也跟打这个 呃 阴眼的那个跳点差不多啊 就是加一个旋转跳 你在跳出去的一瞬间呢 呃 把住s键和这个a键啊 就是说跳出去 哎 然后s跳出来 然后在半空中的时候开进啊 呃 就是起跳的时候啊 大家注意起跳的时候呢 你要往左挪 对不对啊 你在起跳的时候呢 就要按住a啊 就是你的左键 然后呢 在天上的时候就按住s啊 这个a要稍微比s快一点s呢 就直接贴到后面的墙上面去了啊 然后呢 在这个起跳的时候瞬间开进 哎 好就可以瞄对面的平台下面上面的狙击手了啊 哎 这个点位的话就是打一个出其不易 说白了啊 因为很多局呢 他一般就是不是窗口 是平台啊 他们觉得潜伏就从这两个点出啊 你在这个点的话 基本上就是稍微比较飞逐流一点啊 当然前 前两年的话是很好用的 现在的居首很多呢 大概呃 10个可能有一个也会跳这个板子啊 所以说他自己有可能也会反卡啊 这个也看当局的这么一个水平来判断的啊 然后呢 还有一种打法呢 就是直接从这个呃 这个小小台子这里这样滑下去打啊 这样滑下去打的话 等于说是打一个空降啊 大家在半空中呢 是呃 按住蹲键啊 是可以这个打到人的啊 开进 但是呢 记住不要跳下去啊 是自己滑下去 而不是像你这样跳的话是不能打空降的啊 就是你要打空降的话 就一定只能就是拿着这个机枪啊 然后从这样这样滑下去打啊 也是有一点难度的啊 好 然后呢 还有就是45度下的一个对象啊 大家用狙击的话是可以在这里卡出小道过点的啊 这个点的话比较比较老了 大家都知道啊 但是排点的话 大家要怎么排呢 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基本上排朝下会好 好排一点啊 但是桥下呢 也可能瞄着你 对不对啊 我建议呢 大家以后排呢 都从这里排啊 这里排的话 他漏的声位比较少 这样他桥下如果是蹲着的话啊 是看不到你的啊 但是他如果站着的话 你能看到他 但是你们两个的声位呢 就就其实就差不多了啊 在这里排的话呢 你再反手排一狗 其实就是比较好排了啊 这个位置的话啊 大家注意啊 就推荐大家的下面这一层啊 不要走上面这一层 这一层的话 一般狙击手一手都会瞄这里 啊 而且A狗的话也比较危险啊 秒A狗的话 A狗可能也是提前枪架架着你的啊 好 那我们现在呢 再给大家讲一个潜伏A大的一个冲锋锯路线啊 实际呢 呃 大家破一拐可以跳上这个箱子 然后从这里呢 开始拉啊 这样架点的话呢 对面的这个 保卫者 嗯 压过来的时候 他们的枪线一般都是秒的下面啊 枪线的爆头线嘛 都是秒的下面啊 走这里的话 就比较不容易被秒头啊 然后呢 也踩高爆的伤害会少一点啊 然后呢 就是进WC了 WC排点的话 大家注意排点一定要仔细 如果是对面狙击手比较多的情况下的话啊 大家排点的话 先排火车啊 排了火车之后呢 在WC里面这个位置也是要排的啊 这个点位有可能也会蹲距啊 然后还有就是这里了 火车后的这个位置啊 也是会蹲距的啊 但是呢 这些都不是呃 保卫者一个常规的这么一个呃 就是狙击排点啊 因为像我平时排的话 我们呃 高端局里面很多位置都是非常规的啊 就是说他为了打出其不易 他们会占一些比较呃 没有人占点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的话 排火之后会比较好排一点啊 然后这里有一个小技巧是大家如果后面这个板子后面 如果蹲人的话 在这里其实是可以瞄到他的脚了啊 只要他 站的位置不对 然后呢 还有就是从这个水水果摊上面去反A包的GD啊 当然呢 从这个二台啊 就可以跳到水果摊上面了啊 在这里的时候呢 就可以瞄到A包点的G和A狗的G 还有呢 就是楼梯可以瞄到一半啊 这里注意了啊 这 这是一个知识点啊 楼梯是可以瞄到一半 但后面的一半呢 也是可能藏人的 然后呢 小到一柱和中柱也是可以加局的 就是说潜伏者排大的话 说实话 就跟鹰眼你排的差不多 A大其实是很难上的 他只要驾驹驾到一把或者两把 你没有办法猜到他的具体点位 像楼梯和一柱这两个点 你是不可能同时排的 对吧 你排一柱就排不了楼梯 你排楼梯就排不了一柱 对吧 因为他们两个的两个点位的角度啊 其实有一点刁钻 对吧 他像这里加个局或者是这里加个局 你只能排一边 你排这边的话就不能排上面 排上面就不能排下面 对吧 所以说其实是蛮难打的 但是你们硬要想排 也可以慢慢排 对吧 水果滩上面架完了之后呢 大家从这里架 从这里瞄一下 瞄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有时候也会蹲居 对吧 然后呢 再瞄朝下 朝下没有的话 再去反一柱啊 就是说慢慢慢慢排啊 这个点呢 也是会蹲居的啊 这个点也有可能蹲居啊 这个位置 还包括说这个位置啊 还要包括说这个位置 都是会有局的 但是实战的时候怎么去避免这个呃 比如说你想过点 你并不想去排他啊 啊 可能说啊 就从从这边这样跳 跳了之后 你跳的过程中呢 你就能看到他在哪里了 然后再到盲点的时候再去跟他对抢啊 啊 桥下这一片呢 都可以怎样 当然啊 跳过去肯定是会有风险的 这就看你们自己如何选择啊 然后到了A大之后呢 推荐大家呢 在盲点加局 盲点加局的话是可以加到很多位置的时候 比如说A狗对吧 然后比如小道啊 桥下 这个位置的话是很容易加局的啊 当然你们如果嗯 喜欢冲的话 就可以跑到A包点来啊 然后在A狗呢 加他们家平台 或者说在小道一柱呢 加小道啊 都是可以的 像秋雨平时就喜欢往前冲啊 然后呢 这个A包点啊 基本上呃 价值就是这样了啊 好 我们现在呢 再来给大家讲一下B点的这么一个进攻套路啊 B点的话 首先开局 如果你们要打B的话呃 这个位置 对吧 上了这个位置之后呢 是很关键的 因为秋雨视频里面很出现过很多次了啊 然后呢 这个点位呃 说实话蛮好的 但是如果有对面居首有反卡你的话啊 就比较危险了啊 首先的话 大家如果想架B仓出口的步枪手啊 比如说步枪呢 他很多时候都会跳出来啊 或者是抢B仓啊 或者抢B水啊 然后现在呢 他逼逼的这个新黑的城镇逼这里加了个木门啊 所以说在下面去是不能瞄到B仓的 所以说很多的这个步枪手呢 就趁这个机会啊 然后呢 就去跳到B水去啊 他觉得你去不到他啊 所以说大家呢 可以在这个点位去架他过点啊 预秒点的话 大致在这里啊 因为平时很多人都是跳出来 或者是直接拉啊 那么这个点位的话就可以起到作用了啊 基本上不要瞄这儿啊 或者是瞄这儿 怕大家反应不过来啊 但是啊 有可能你第一枪架过一个步枪手之后 第二次他知道你的位置了 然后呢 他就会拿狙击枪反卡你 然后这个时候呢 大家可以像秋雨一样 呃 在这个挡板的最左侧啊 在这个点位呢 去反架对面的狙击手啊 但是被反架的可能性也有 对吧 像高端局 秋雨呢 以前就经常被别人反啊 所以说你在第一枪反过之后呢 秋雨的推荐大家呢 在下面去预秒 他要反你的点位啊 就是大致是在这个点位啊 呃 他他会打这个后花高板啊 所以说你在这里呢 是可以架到他的啊 啊 这就是逼后花的这么一个加点 然后呢 我们再来到毕潮啊 对吧 毕潮的话点位就比较多 从这里呢 是可以瞄踏板的啊 因为像有时候踏板时候 就会架去 然后秒你b潮过点啊 所以说这个点位呢 是一定要小心的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小道 小道的这两个窗户也是比较要注意的 然后在这里呢 有一个小机场是可以从这里秒到b狗啊 然后呢 你也可以加闪蹲 他不一定能够蹲过你啊 但是这个点位相对于说比较危险 对吧 嗯 这个b连接和小道都是能够打到你的啊 不光你是跟b狗对抢 你还跟别的位置就可能会被打侧身啊 然后秋雨呢 一般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加闪蹲 啊 这个地方加闪蹲的话是可以架到对面的b狗的 因为狙击手嘛 你要掩护队友进去啊 那你肯定就要架住对面狙击手能出来的位置啊 然后呢 去跟他 嗯 去靠一靠啊 冲锋局呢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打的 对吧 就是有时候呢 可能说呃 帮队友架住点 然后让队友去冲锋 你自己呢 去处有残 残局也是可以的啊 就是说有不同种类的这个狙击手嘛 对吧 也喜欢冲的啊 又喜欢这个架点的啊 也喜欢阴人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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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都呃 怎么说呢 不一样啊 所以说看大家自己的套路来啊 在这个点位的话去呢 就比较推荐大家呢 去跟逼狗的对枪的话 你可以在这里对啊 然后自己加一下闪蹲 就可以了啊 然后呢 还有B仓的一个架点 大家如果想架B仓的话 可以在这里啊 就比如说架住啊 然后他这个B仓门外 其实是很容易蹲这个步枪手的 他只要往里拉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里啊 这里大家要注意了 这个点的话是一定要反啊 因为这个点是很容易有时候会有狙啊 在这里蹲着然后架着B仓窗口 对吧 啊 这个点的话 大家注意了 在这里的时候就心中要有人了 然后呢 一个声位这样拉出去啊 预描点呢 一定要加队啊 好 然后呢 就是进包点了啊 进包点的话 这个位置呢 却于平时经常躲啊 大家都知道了 这点的话要加闪蹲 而且比较危险啊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打法啊 就是说看大家平时如果用上觉得能杀人的话 也可以蹲在这啊 这里的话 加闪蹲就是可以瞄平台过点的狙击手和B门进来的步枪手啊 这个点位很容易被瞄啊 就要看你的手速啊 你的这个闪蹲的速度 还有你自己的一个枪准了啊 反应力的话也有一点啊 就是说点位嘛啊 告诉大家了 但是能不能够灵活运用 肯定是 要看你们自己私下去练习了 对吧 像教学视频的话啊 只能告诉大家点位 并不是你一学就会 而是呢 你学到了之后还要去融合啊 然后呢 还要去练习啊 就因为平时你们可能自己打黑色也有自己的一套嘛 对吧 然后呢 呃 这个 潜伏者进来了之后 基本上卡点大致就是这个样子 当然也不排除有别的卡点位置啊 点位并不是死的 而是看当局的一个卡法 大家比方说 对面两个保卫者已经从后路过来了 那你卡这个点位基本上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 对吧 你就可以从这里卡这儿啊 就是说是看战局来的 并不是说一定要卡这里啊 就是说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些点位来卡啊 好 我们现在呢 再来给大家讲一下保卫者的一个卡点啊 黑色城镇保卫者中路对居的话 其实是非常优势的 因为潜伏者他有很多掩体啊 很多地方可以闪蹲 很多地方可以缩头啊 但是保卫者的一抬 二台基本上就是平台和这个下面是没有点位 基本上没有点位可以帮你拿来当作掩体的 你要跟他钢枪就只能正面跟他打啊 所以说我一般碰打保卫者碰到这个喜欢缩头的局 我一般都不会去跟他对枪啊 我们可以在别的点位去跟他打 对吧 就是说 本身他就是存在一个这个位置优势的 当然你如果硬想对啊 我们这边呢 也不是不可以啊 所以呢 来教大家如何去排点 如果你的复活位是在桥下 下的话啊 当然呢 可以在这里啊 先预描一下这个位置 就是刚才去打潜伏的时候 叫大家描的啊 这个点位的话 不去牛逼的说 以前我拘过宠儿啊 宠儿想在这里拘我 然后我们在这里把他反掉了啊 就是说高手有时候也会用这些点啊 但是呢 你不是每一局都能排到人啊 就是你 养成习惯 开局就先描一下 因为本身你开局的时候 你也没有别的点 别的点可以描啊 就先描一下这里 反完了之后呢 再从这里反窗口啊 到了窗口之后呢 硬鱼呢 平时都会走A狗 然后从A狗这样跳上来啊 在这个点位是可以架去的 A狗箱子上这个点位 其实是有很多位置可以架的啊 首先呢 这个点是可以这样架 这样架的话 嗯 很多人就会跟我刚 他说你反应不够快 你就不要去架凤啊 我以前打这个牌位的时候 见到过很多这种啊 这种的话 一般都是不会玩去的 像架凤架的是什么呢 并不是架对面步枪手 狙击手过点 而是呢 去架狙击手跟你对枪 对吧 因为有时候狙呢 他会反架你啊 就是说他会 知道你的点位 心中有人 然后来反你 这个时候你架凤呢 就起到作用 就是让自己的这个身体 你少漏出去一点点啊 然后呢 不容易被他反掉 然后你去架他是很好架的 为什么 因为他来反你的话 基本上身位不会拉的太大 拿狙击啊 身位不会拉的太大 你描缝的话 比较安全 而且呢 也比较容易打到他 像过点的话啊 我想说这种缝隙啊 别人如果是过点啊 基本上是 不说基本上吧 没有人可以直接把别人击杀掉 对吧 除非是加甩枪 或者说对面是个木板啊 这个墙是个板子 你给加甩枪把他甩掉 但是如果这是不堵墙 你描缝隙 别人过点 没有人可以去到 对吧 没有人有这么快的反应啊 所以说描缝啊 他们只是描一个别人反卡狙击的位置啊 并不是说一定要在缝隙里面杀人 第一起到侦查作用 第二呢 起到反杀作用啊 就是看对面的狙击会不会来反你啊 我描缝的话 其实我以前有杀过很多人啊 所以说呢 我就比较喜欢描啊 这个点位是可以这样架 呃 但是呢 并不是说一定能杀人啊 这是一个点啊 然后呢 还有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怎么样呢 就是说 因为很多的这个狙击手啊 现在高端局很多狙击手都会蹲在这个一个的箱子上 这个点的话就是 反其道而行之吧 就比如说 你这种常非常规点卡的差不多了啊 别人都知道要排你了 你再去站一个常规点啊 逆想思维啊 还有呢 就是秋雨平时最近会比较卡的这里啊 这里的话 他首先排A狗上面的箱子是排不到我的 然后他会走出来之后啊 才能够看到我啊 像很多狙击手 我一般瞄的话是瞄这 这的话是打对面狙的啊 但是如果从这跳出来步枪的话 我会加小枪这样甩他啊 在视频里面会有的 对吧 啊 就是看个人功底了啊 但是这个点位也是蛮好的 也可以蹲这 这的话跟那个位置差不多 但是这个位置的话 如果对面 嗯 比如说你第一枪空了 你就不太好跑啊 像这个位置 你第一枪空了 你还能跑 对吧 你还能左右跳都行啊 这个点的话就被卡死了啊 你就只能往右边走或者往左往左走的话 就只能进一狗了啊 点位呢 比较特殊啊 当然呢 可以去啊 自己去判断啊 然后还有呢 中路对居这个点啊 这个点位也是可以靠一靠的啊 这个点的话是可以架平台的呃 狙击 狙击点啊 很多狙的话喜欢在这个地方架中路啊 然后这里的话可以稍微架到一点平台啊 只要你的位置漏的不是特别出去 架平台的话 大家预秒点要在这里知道吧 不要在这 在这的话人出来了 你要加甩枪 在这里的话 反正人出来啊 直接就着这个门 直接穿他一场就可以了啊 现在我们再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A大狙击啊 A大狙击的话 说实话啊 我不用说啊 很点位是非常多的啊 就是说你在桥下也能架 在井家也能架 在闭门也能架啊 架狙击的话点位比较多啊 确定能给大家推荐两个点位吧 只要一个点位呢 是在这儿 这的话是呃 就是说专门架这个A大过点的狙击手的 但是很多这个狙呢 他会从这个挡板上跳到这个水果滩上面 对吧 然后你这样一蹲的话 其实他是打不到你 大家注意到这个站的位置啊 这的话等于说是一个散蹲位嘛啊 你只要往后一退 他下面的打不到你了 你就能打上面的人了 对吧 你往前一上 哎 他又可以打平台这个直线这个B大A大道的人啊 所以说嗯 靠自己就是说打的时候去弄啊 就是说你们想打哪边的人啊 就往哪里靠啊 这个点位的话是秋雨平时比较喜欢躲的 好 那A包点还有一种套路呢 就是在这个位置加点 火车后加这个点 这个点位的话 他的好处就是可以加闪蹲 让对面的话上来第一时间不一定能够秒到你啊 除非他的延迟或者运气比较好啊 加闪蹲的话 第一枪开开出去啊 然后的话 就可以往火车后跑啊 或者是说从这里瞄他们的狙击手也是可以的 因为很多时候WC会在这里进狙啊 你怎么样都是会比他快的啊 你在这里就架住他啊 然后秋雨平时的话 在这里会狙一枪 然后我就打掉第一个这我往火车后跑 然后跳到这个火车后的轮胎上面啊 然后再往下再往外跳 打一个这个大跳距 这个狙的话就在天上锁人啊 天上锁人什么意思啊 不是让你们去开什么锁锁人挂啊 你天上的时候开镜 然后看就在天上的时候就要扫一眼 看看敌人的大致位置 然后落地的一瞬间开枪 这是跳狙的一个技巧啊 大跳狙的话就是说给你在天上找人的时间会比较多啊 像你从这里这样大跳出去 落地其实是大概有个零点几秒的这么一个时间的 对吧 像你平时跳去的话 你从这里这样跳 大概就会少一半啊 所以说为什么要跳到这个柱子上呢 就是为了多给你一点在天上找人的时间 然后你落地的一瞬间开枪啊 你可以瞄住他开 也可以加甩枪开啊 这个看个人习惯啊 好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A大狙击前顶啊 狙击前顶的话三个站位吧 首先呢是这里 这里的话是可以加就是秋雨平时跟你们说的这么一个狙击手站箱子上的这么一个点位啊 或者说第一时间的这个潜伏者啊 他从这个A拐这样跳出来扔道具的时候 你可以在这里架到他啊 然后呢就是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就是比较常规的架A大的一个位置 前顶A大的位置啊 然后呢还有这个点位了 这个点位的话比较特殊啊 也看大家怎么去 怎么去弄吧 因为他首先他是一个非常规点啊 别人出来瞄的话 他肯定第一时间是瞄在这里 瞄这个常规位了啊 你这里的话是可以开一枪 开一枪 没打中的话也可以躲到这边再继续去输出 对吧 啊 位置的话是不一样的啊 然后呢 然后这里啊 这个一柱啊 还有二柱 可以把人放上来打啊 比如说有时候A打会封烟 对不对 这个点位就用不上了啊 这个点位有时候会被卡住啊 然后呢 你们就可以来一柱架 一柱也有烟雾啊 就往二柱退啊 二柱也有烟雾 就往这个小道旋转这边退 架住这里的过点 对吧 他上A平台这里的话是必经之路啊 可以从这里架到人 而且的话也比较好架 基本上都是背神啊 然后A狗的点位就不用说了 A狗的话 大家可以这样架啊 架盲点进来的位置 也可以这样架 架这个他进盲点的位置 这个位置的话 我比较推荐大家去架 但是呢 也有可能会被穿死啊 相对说比较危险一点 因为这个位置 你架这个位置的人 一般这个位置 他走上来的话 他排点都不会排狗了啊 他基本上的话就 他就会注意桥下和小道 这两个点 所以说你在这里的话 是可以打到一个侧身的啊 但是有些人 他没过来之前 他会穿点啊 所以说看你们怎么去选择啊 也可以架啊 好 那再给大家讲一下B区 必须防守啊 必须防守的话 就位置比较多啊 像我平时喜欢在这里站啊 但是这个位置的B端呢 是中路可能会偷你屁股啊 所以说中路一定要站一个队友 没有队友的话 基本上就不要卡那边了啊 这个点的好处在于呢 给你很多时间去反应 而且呢 也很容易连杀 把对面的C4打掉的话 基本上就稳了啊 然后呢 还有一个点位呢 是这儿啊 这里的话 我平时也架啊 架的话 我专门架别人过点啊 过点呢 你的预秒点在这里 对吧 然后人过点 瞄这里啊 就是说 哎 他跳过去了 你就可以在这里穿他一张啊 这个位置的话 就是那种炫技位啊 当然也有好处 就是你不容易被别人反掉 像你这个点位啊 如果对面心里有人的话 其实是有可能会瞄你的啊 但是在朝下这种缝隙位的话 一般就是架别人过点 他不过点 一般就就是说瞄不掉你啊 他就算你拘不到啊 但是你也可以活下来 然后还有真的是平台 平台狙击位啊 这里 这里 这就是比较常规的一个狙击点位了啊 还有呢 就是这儿啊 还有就是A狗啦 这你也可以这儿啊 一个的位置啊 一个的位置在这儿啊 这里的话也可以加过点啊 或者是在A狗箱子上加过点啊 还有的话 啊 对这个位置的话 破破当时啊 我说漏了啊 破破记得啊 这个位置的话可以缩头 缩头架就会比在这里架要安全一点啊 但是呢 能架到过点的概率 就是说会少少一些啊 就比如说 因为这里的话 你能看到敌人的身体并不多啊 就是说一个保命的位置啊 但是相对于说呢 也不太好打到敌人啊 然后就是B狗了啊 B狗的话啊 这个小窗 加个闪蹲 大家记得B狗啊 你们记得就是说瞄的时候这样瞄啊 不要这样就直接上来了 直接上来的话B潮和B仓都是同时可以打到你的 对吧 你可以先瞄这个B水啊 先瞄BB水这个位置 然后呢 再去瞄这个B潮的位置 对吧 你不要两两边的同同时上 然后呢 就两个点你都得去排了啊 你首先排的话就先排这儿 然后再去排B潮 是吧啊 然后呢B包点呢 也是可以蹲的啊 这个位置 还有这个点 这个点的话是可以架他们B潮的这个保卫者啊 潜伏者 如果冲锋的话 嗯 比较粗心的这个潜伏在这个位置 你是可以加到他的啊 包点的话 可以这样架啊 架他过点 然后这里的话 后排也是可以架这个B仓的这么一个位置的啊 后排的话还是架这里吧 架这个地方啊 这个地方的话是架他的下半绳 然后窗口这里的话是可以看到他有没有果啊 也是蹲着的话好像也能架到吧啊 还有就是注意了 这个位置啊 这个位置是可以看到后花的 但后花也有可能会有这个狙击反卡你啊 这个说不准啊 就是说大家知道这个点位就行了 然后B点的话 基本卡点最好不要太靠前啊 基本在去刚才讲的那几个点就可以了 你防守必去的话 一般都嗯 就是说保卫潜伏者Rash的话 一般这几个点位都能取到很很好的成效的啊 那这期的教学视频呢 差不多就为大家带到这里 然后呢 秋雨如果有讲漏的地方 大家呢 可以在视频评论下方呢 去补充啊 然后呢 看到这里的小伙伴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三连支持啊 然后呢 没有关注的小伙伴点一波关注啊 这边的话 秋雨 呃 还是老规矩啊 过一千五的点赞 秋雨呢 就下一期再给大家出排位的另外一张地图的教学视频啊 然后呢 什么地图呢 大家呢 可以在评论下方去留言啊 然后秋雨呢 会选就是说比较多的 其实最后呢 肯定是慢慢都要出完的 对吧啊 还是老规矩 好 那本期的视频就为大家带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观看 过你 гр Jo also noo过Game视频再 Conf云等 新闻e还记得给我打开 Ok 365 这就是 in期欧的 我荻松 sincer跟闹你以前这个吸尖你的破爐的 Grandpa дух黄穿好啦 对吧 就是是啊 ńsk 那这就像真的吗是的 这最后面里发露一个暴动摩的 эконом邦这早地图的之界都更帆ll panda 今天 لم再厧场